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你们好,我是黄老师。 你们也可以叫我Betty。 这个星期,我在我的老家。 你们看,那是我的老房子。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 我每一次回家打D的时候, 我都不可以在地图上找到我的房子。 因为在地图上没有这个地方。 在地图上,我只可以找到那个房子。 那是一个学校。 你们可以看到,这个学校在我的家的对面。 这里有一条河,所以车不可以从那里过这里。 那怎么办? 每一次我回家的时候,到了这个学校。 我都要告诉司机,你应该往前开200米。 然后过了那座桥,旁边有一条小路。 然后往下走,也就是这条小路。 所以你要往下走,大概200米。 然后才到我的家。 但是如果总是这样,我觉得太麻烦了。 不错了。 所以我决定要把我的家放在地图上。 那怎么办呢? 我应该先做一个门牌。 要做一个门牌,我要给它一个名字,对不对? 其实啊,我和这附近的三四家有一个名字。 它的少数民族语言,姚华的名字叫党王。 我不知道是哪两个汉字。 因为我们的语言没有汉字,只有发音。 我也问了村里的老人,他们也不知道是哪两个字。 所以啊,我现在就要选择两个字,给我的家一个名字。 所以啊,我最先想到的是这个堂和这个房。 你们可以看,这个堂的左边是一个米,我们吃的米。 它的右边是一个唐朝的糖。 这个糖是我们用来吃的糖。 然后这个房呢,是一个房子的房。 你可以想,如果别人看见这个名字,听起来它是一个做堂的地方。 嗯,我再想想吧。 然后呢,我想了这个房。 它有很多个意思,现在我们也用来做工作室。 那糖呢? 那糖呢? 我也想了这两个糖。 第一个是糖朝的糖。 第二个是水糖的糖。 你可以看第二个糖的左边是土。 右边也是一个糖。 就是土里面有一点水。 就是糖,水糖了。 好吧。 那最后,我决定要用这两个字。 第一个是唐朝的糖。 唐朝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经济最好的时代之一。 房呢? 你可以说它是一个工作室。 那所以呢,我们知道现在在很多地方,我们的Chinatown也叫唐人街。 所以我认为这个唐是最好的。 听起来是更有文化一点。 好了,那么我们已经决定了用这两个汉字。 然后呢,我也决定要写这两个汉字的小传。 你们看一下。 这个是小传的书法。 这两个汉字呢,它的风格,它的style叫小传。 它是2000年以前在中国的秦朝使用的汉字。 也就是中国的第一个皇帝的时候使用的汉字。 这样的汉字呢,看起来就是比较老,比较有文化,也比较好看。 所以呢,我决定这个地方的名字,我们就用唐、房这两个汉字。 而且我要写小传。 然后呢,我再写上它的地址就可以了。 好了,已经决定了名字。 那现在我们就去做这个门牌吧。 好,你们可以看到在我们家的墙的外面有一个旧的这样的广告牌。 所以已经没有用了的。 所以我在两天以前呢,已经把它变成了白色。 这个原来是蓝色的。 然后呢,我决定用这个东西来做我们家的门牌。 那我们看到这是一个长方形的牌子。 所以呢,我决定用它左边的这个二分之一,画一个动物。 然后在它的右边写上汉字。 那左边我们要画什么动物呢? 我决定画一只招财猫。 招财猫的意思就是,如果你有这只猫守着你的房子。 你就会有很多钱。 你就更容易赚到钱。 而且我会选用金色。 金色哦,也是钱的颜色。 然后呢,在它的右边会写上这个地方的名字。 也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两个汉字。 我会写在这里。 这里我可能会用红色来写。 然后呢,在它的旁边用小字写上这个地方的地址。 这样我们的门牌就会做好了。 好吧,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做吧。 我在淘宝上找了一只招财猫的图片。 好,我们开始吧。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OK 门牌搞定了 现在我们拍照 放在地图上 就可以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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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